陳志興先生 主席 大家好 各位議員好 我是陳志興 代表香港培青社 首先我很遺憾見到在座這麽多位議員 我見到有兩位泛民議員在這裏 其他就有五位建制派議員在這裏 這個諮詢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 竟然只有七個人 後面還有一個不知是誰 那個好像是來騙人 總之這裏有七個人 只有七個人在這裏聽我們說話 我們這諮詢會 竟然只有七個人在這裏聽市民意見 其他議員就不知去了哪裏 我今天戴口罩來不是因為我患了流感 是因為我對這個立法會 這個立法會相當之憤怒 有議員就看AV 有議員就睡覺 又打架又衝突 打打鬧鬧 根本這裏就是恐怖主義的基地來的 我跟你說 OK 我不想受到這些污染的空氣 所以我今天才戴口罩來 我完全是沒有患流感的 我剛剛上個禮拜交完稅 交了幾萬元稅 一年兩萬多元 我相當之不情願交這些稅給你們 不是的 辛辛苦苦打工就是給你們這些垃圾 政改的諮詢 如果大家不溝通的話 香港就玩完 泛民議員就把那些佔中的大學生 或者中學生 把那批聲音無限放大 把那批聲音放大到 代表了全部的青年人 我本身也是一個教師來的 我是教一些高中的通識科 我教政治參與的時候 那些學生不是所有的學生 在我的教育學生裏面 我們做過的調查 超過八成的學生都認為 政治的改善是要走前一步 亦都是要循序漸進的 而不是泛民議員所說 要麼就有 要麼就沒有 這些就是把香港吹去自殺的邊緣 泛民議員 我真是跟大家說 如果提委會只有兩個界別 就是教育界和法律界的話 泛民議員就不會擔心中央操行 根本就輸打贏要的 泛民議員 剛才李卓人議員就說 搞了公投 看看市民的意見 其實不需要搞公投 你看2月4日港大民調公布 你這個得分呢 即是輪落到 去到社民連人民力量 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的level 已經跌到 李卓人議員39分 教育這個呢 10月的時候下跌4分 而升的議員就是 曾鈺成葉劉淑儀和譚耀宗 這三個議員呢 他們在這個佔中的立場 大家都很清楚是反佔中的 那你大跌4分呢 除了收黑金之外呢 廉署也正在調查 不要緊 DR美容呢 查了兩年 終於水落石出了 慢慢受吧 李卓人議員 不要緊 OK 還有一件事我想回應 剛才陳婉嫻議員 講溝通 幸好泛民議員 就不是教育界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教書這麼辛苦呢 OK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議員 經常呢 任何東西都以什麼 人民權益先 我想問 學生 可不可以自己自行定校規 可不可以自己自行定七驗次數 如果根據你的邏輯 你這些就叫做 教壞小孩 就是你搞到 教育界這麼辛苦的懸空 時間夠了 黃翠嵐女士